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帶大家去走一條比較清淨的路線 去欣賞千島湖 就會經過桃坑洞西坑 和桃坑洞南崖 一開始乘巴士來到屯門公路轉車站的車 走一會就去到大南閣天口湖 再走一會就會見到一個崇別亭 沿著那條路看著三方向走 走大約十多分鐘就來到桃坑洞西坑的入口 就是這裡開始去吸空 如果不想走這條西坑的話 其實未到它之前 是有一條山路上山的 那就可以上山都可以走到同樣的位置 那這條西坑的水都算挺清淺的 那大家盡量不要去污染它的水源 那當中當然有一些趴爬位 要手腳並用的 那但是都不算太難的 那些石頭都算乾爽的 我全程都沒有濕到腳的 好啦那就放一陣航拍 看一下這個環境 那最近疫情的關係呢 那盡量避免去這些人多的地方 好似千島、胡青景台、大唐、楓香林 這陣子應該都會很多人 大家盡量不要週末、假期去 那就算現在平日都會很多人 有誰 當然 那你多聽說 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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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走这些溪间 都要天气好一点 如果是下雨 下大雨 千万不要走这些溪间的地方 来到这个位置 就可以走少少三边的路径 但最终都会搏10溪间 中间你会见到很多这样的猪龙花 哇 挺漂亮的 好了 来到差不多这个溪间的尽头了 那就要搏回山路了 转入山路都见到路径 只不过那些草叢就比较密一点 那沿途都开药的 那穿过这些草叢就会见到蓝崖 那来到蓝崖的入口呢 那就要穿少少林 那一开始呢 路就好像这样的 旁边有一些树啊 那都不算太难走的 那就小心点 一级级吧 你见到有了手脚位的这些 那沿着这些石边啊 拿边啊 那拌一下那些树啊 借一下力啊 那当然有些地方是会比较斜一点的 大级一点的石头的 那你见这块就比较大块一点 那就要攀爬一下 好了 那来到一个比较险的位置了 这个就比较斜的 那有一条绳在这里 但是不知道是否安全的 最好就尽量不要靠好那些绳 尽量去找一些手脚币 那来到这里呢 也都有另外一条绳 向上攀的 那它就有很多条路线的 那里有很多大波板的东西 那我就走比较安全一点的 那一条主路线的 那因为当中比较多树木在旁边呢 那我上都会安全一点的 那当然在 那这些 那现在航拍 数过去 右手边呢 有块大壁的 那这块呢 应该就比较更加高级更加高级的 那这次我就不敢尝试一下这些 我猜这些要有些安全装备才可以尝试 那这些要有些安全装备才可以尝试 可以尝试过去的 尝试过这个大石 哇 哇 哇 那么快已经上到来 这个已经是图坑洞了 哇 对啦 那看到这块石头 那就是图坑洞 蓝牌上面那个 卡卡位了 那这个属于图坑洞的 寿风 就開始見到大南水塘千島湖雲 對面就是主峰 對面就是大塘千島湖雲 放在大塘千島湖雲 再飛前一點就是大塘千島湖雲 有個風香林 高空拍一下吧 外面都見到很多人 都大約開了六七成左右 我想這兩個星期應該會越來越多人 因為那些風葉開始慢慢轉紅 因為疫情關係 我也是這樣去欣賞算 回來附風之後 我下了這條山路 然後過去對面的主峰 不用走很久 走大約十分鐘 爬過這些山路 然後上來這個標高柱 走大約十分鐘 在前面就走大約很久 看著前面就是那個富峰 今天都是陰天的 還有一些耶穌光 是很特別的 欣賞完之後,就向著大南水塘的附近,有一條樓梯下去 沿途都可以欣賞到千刀湖的美徑 如果不想走一些難走的山路上桃花洞,都可以選擇走這條這麼漂亮的樓梯上去 下樓梯下去就會見到很漂亮的柱坝 過完柱坝,這次的限定就差不多了 下樓梯的公路轉斜站離開 多謝各位收看,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和按旁邊的小鈴鐺